好 剛看到是稍早總統講話的內容 而今年的國慶主題 就是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國慶的主事卷就是以雙十標誌 以藍色 紅色的國旗配色來呈現 那中間還有放梅花的圖案 而國慶大會是稍早在九點鐘 總統府前的廣場盛大登場 同時也分回了序幕暖場 國慶大會主題表演三個階段 那接著要帶你一起來看 稍早的精采國慶節目 真的是太令人感動了 而其他選手們也都在競技場上 全力拼搏 更值得我們為他們喝采 在場上的是台灣女兒林玉婷 拳擊女王陳彥晴 拳擊甜心吳詩怡 舉重女神郭信淳 以及他們的教練 給他們最大的尖叫與關嗚呼 緊接著在後方中站上面 還有黃曉雯 甘家威 蓮真凌 楊優偉 林真豪 方婉玲 劉恆瑜 孫正 你們好 好 林真豪 好 這次活動的畜牧暖場 是由永鷹高教肌舞姬大宴隊型飛越典禮臺開場 是帶齊了國慶大會的熱鬧氣氛 那接著呢是拖北宜女跟國軍儀隊的帶來的動感演出 而在國歌的演唱階段呢 也有直升機吊掛大幅國旗進場 由曾經參與古寧童戰役的英雄 洗手原住民國中小學生共同領唱 而在主題表演當中呢 也有奧運 帕運選手進場 以及參與各項國際賽獲獎的臺灣選手一起進場 那接受全國的人民喝彩 那另外呢 還有來自花蓮的阿勒菲斯文化藝術團 以及客家文化團隊 分別帶來原住民跟客家傳統與現代結合的精彩表演 那最後呢是有莊敬高職跟特戰部 共同展開巨幅的國旗 同時空軍雷狐小組呢 就會以這個五角隊型噴採煙通過管理臺 為國慶大會畫下完美的句點 謝謝國家加油